2013年的4月29號 台南市民政局長陳宗諺 邀請市民一起加入幸福家庭的行業 隊伍高舉 不花心 不外遇 不嫖妓等旗幟 同時2013年的4月30號 王少偉打電話給一個人說 欸 老闆的朋友啊 陳董 你給他安排一個 勾三秀六的 陳董 你不是昨天說不嫖妓 怎麼隔天就勾三秀六啦 不可以啦 宗諺你在幹什麼 宗諺 不過今天有一個搞笑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不知道誰欸 這麼好笑啊 他去挖出一個叫做 快樂易走男人守貞團上街頭 一定要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幹這超好笑的 男人願意自行守貞 我也沒有意見 就是你們自己想要這樣做 那是我沒有意見 但是他說什麼 呃 台南市民政局長陳宗諺 邀請市民一起加入幸福家庭行列 他們這幸福家庭在沖沙呢 不嫖妓 不外遇 男人要守貞 不嫖妓 不花心 男人要守貞 高雄一起走幸福家庭 然後呢 他們是教會嘛 他們是主張在講說不嫖妓 啊現在是怎樣 不付錢就不算嫖妓了是不是 宗諺 2013年的4月29號 台南市民政局長陳宗諺 邀請市民一起加入幸福家庭的行業 行列不是行業 對不起 隊伍高舉 不花心 不外遇 不嫖妓等旗幟 引起路人圍觀 欸 同時2013年的4月30號 等一下這不對吧 宗諺 這樣不對 宗諺 你這樣不對喔 2013年的4月29號 台南市民政局長 邀請市民加入幸福家庭行列 隊伍高舉 不花心 不外遇 不嫖妓等旗幟 2013年的4月 就是隔天晚上9點 王少偉打電話給一個人說 欸 老闆的朋友啊 陳董 你給他安排一個 勾三秀六的 好啊 他多久要到 他人應該已經在附近了 喔 好 那直接弄好 戴下去就好 啊哈 你弄好的話給我打一下 陳董 你不是昨天說不嫖妓 不外遇 不花心 怎麼隔天就勾三秀六啦 不可以啦 宗諺在幹什麼 宗諺 好了啦 宗諺這到底是誰找到的 這個時間點太好笑 生活活得好開心喔 他真的是非常開心欸 所以你看 這個 甚至人物這個說話 有時候真的是聽聽就好 陳宗諺 哇 很厲害很會玩欸 不簡單